你 对不起 来 这样是死不了的 这样才死得了 要不要我帮你 不过 上吊的话 往往需要半炷香的时间才能断气 这中间 你的心肺 会像火烧一样痛 你的身体 会像一条死鱼一样不断地挣扎 最后呢 还要拖着一条至少半尺长的舌头 才能断气 你确定 要死得这么难堪 不要 若以家 我是真的不想活了 我明明是为了郑晴云 才假扮李王的 可是他居然 一起和丹阳王兄凌手骗我 杀我 那我这一生 我还有什么意义 这里没有别人 我也不是你远州哥哥 犯不着跟你讲那些 为国为民的大义 这条命是你自己的 你想死就去 我不会拦着你 不过死之前 你得知道三件事 第一 黄金都找回来了 第二 你的丹阳王兄 并没有想杀你 只是想让你去不成安国 第三 安国派了个引进使来迎接你 就是俘虏了你皇兄的 长庆侯李同光 他今天为了要见你 探你的虚实 跟我们折腾了好一阵子 哦 对了还有 袁禄终于醒了 你是不是应该在死之前 先跟他道个歉 毕竟 毕竟 他是因为你的好情郎 才差点喝了孟婆汤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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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